不管怎么说,歌曲比起画作是更加通俗和容易让人共情,也是更容易流传的艺术形式 两部电影虽然故事性上称不上完美,但配合着人物原型的歌曲都是非常值得一看的电影 艺术家真的能唱出情绪 国际惯例先介绍一下本期的主人公爱迪特·皮亚弗和伊丽丝·利贾纳 人物原型,本期先定下来的人物是爱迪特·皮亚弗 上期有小伙伴认为,节选的人物在事业上不够顶尖 这可能真的是绘画算小众,而女画家因为各种原因变成了小众中的小众 因为我本身专业相关接触过艺术史,所以觉得弗里达老有名了 可以说是拉美绘画离不开的一个人,你看她能出现在Coco里面,就知道她该有多有名 但是这次选的是歌手,歌曲的传唱度肯定要比画作更加知名 当然了你可能对艾迪特·皮亚弗的名字不熟悉 但在音乐软件上搜法语歌的时候,出来的肯定有那首《玫瑰人生》 然后是《盗梦空间》这部电影里的《我无怨无悔》歌声响起,梦境结束 相信大家多少会有点印象吧 皮亚弗的人生真的挺惨的 虽然父母说好听点叫表演艺术家 但事实上就是自己都喂不饱的街头艺人 贫民窟出生,寄院里长大 由于生活卫生极其堪忧 严重的角膜炎让他几乎失明 身高也不到1米5 所以有了这个外号《小云雀》 在事业到达巅峰的中年,遭遇了一场严重的车祸 加上情感方面的负面情绪 他染上了马菲,开始酗酒 最终47岁的年纪,死于肝癌 就在皮亚弗发布《玫瑰人生》的1945年 伊丽丝·利加纳出生于巴西 比起皮亚弗,伊丽丝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很熟悉 他歌曲《得世界传唱度》也没有像是《玫瑰人生》那么火 但他的去世让上万人前来送行 可以说也是一个相当有名的歌手了 其实世界知名度并不能代表这个人的能力大小 想一想法国和巴西在文化方面的影响力 就是两个量级的 伊丽丝几乎整个人生都是处在巴西的内部矛盾之中 1945年,热图利亚瓦加斯长期的军事独裁统治刚结束 他出生了 他最活的60年代也是巴西军队发生政变的时期 作为巴西最有名望的艺术家,加上他本身也是一个很直爽的性格 他没有所谓的政治敏感度 于是自然而然的,他就被卷入到了政治漩涡之中 这个部分呢我不多做评论了 就总而言之呢,我是会非常理想化的追求表达自由的人 我不懂政治 按理说这两个人差了30岁 不在同一个时代,不应该被放在一起比较 但我觉得这两位女士真的太像了 她们都是那种有着极高的唱歌天赋 并且非常努力的把自己的天赋发挥出来的人 你能从她们的歌声中听出来生命的绽放 这不是光有技巧就能够表达出来的东西 如果没有极其丰富的经历 让情感能注入歌曲之中 是达不到这样的高度的电影亮点 《玫瑰人生》是用了皮亚夫的代表作《玫瑰人生》作为标题 讲述的是皮亚夫短暂绚烂 如同玫瑰般粉红色的人生 片子是用她的歌曲串起了她成名之路上的几个重要的节点和人物 像母亲一样照顾她的蒂蒂娜 在街头流浪时期互相帮扶的莫莫尼 伯勒路易 严苛地教会她如何专业地去表演的雷蒙 当然还有她的挚爱 电影到了一半才出来的拳击手马瑟尔 看整部电影就像是看皮亚夫的走马灯 其中最能够体现这一感觉的 就是马瑟尔死后的那颗伪长镜头 黑屏淡入睡醒的皮亚夫看到许久不见的恋人在自己的床边 然后满心欢喜地去餐厅准备食物 但是旁边的人都闷闷不乐的样子 她把食物端到床边给马瑟尔 然后去找给她准备的礼物手表 路上再次特写旁边闷闷不乐的人 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已经可以开始察觉到事情的不对劲了 皮亚夫一直找不到手表 开始了奇怪的愤怒 接着所有人都集中在了客厅里 路易告诉她马瑟尔飞机失事的事情 一个不稳定的手指环绕 皮亚夫逐渐崩溃 最终她接受了马瑟尔失踪的事实 此时她写给马瑟尔的爱的赞歌 事实地响起 皮亚夫崩溃地往前走 最终走向了舞台 切到演出继续下面的故事 这一段哪怕没有用色调灯光来区分现实与想象 但你从镜头的调度和演员的表演 就能很快的察觉出来不对劲 最后走向舞台正是神来之笔 皮亚夫爱马瑟尔 她为她崩溃过 但马瑟尔不是她的全部 她还有歌唱 我太喜欢这部电影了 伊丽丝的叙实编排并没有像是玫瑰人生那么精彩 它就是中规中矩的专辑电影的套路 比起玫瑰人生更加的写实 但把两者结合起来看就很容易发现 伊丽丝里很好地体现了皮亚夫遇到 但电影中被隐去了的政治问题 皮亚夫给德军演出 伊丽丝给巴西政府演唱 我们最理想的状态自然是艺术的纯粹性 但政治和艺术就像是互相纠葛的双链 无法被分开 皮亚夫最火的时候正好是二战 参考同时期最火的也是生活在法国的比加索 就毕加索抽象派需要一定的理解 鉴赏能力才能够看懂的画家 他都会被监管起来 更别说皮亚夫这种更加具有传播能力的人了 然而事实上他去给德军演出的事情 一直是存在着较大的争议的 有人觉得是协助救人 有人觉得是叛国 那不管怎么样吧 皮亚夫是国葬 电影没有采用这个大事件 这个做法我是认可的 如果放进去了 它就会破坏了这个故事的艺术性和缥缈感 毕竟这是传记电影嘛 对人物的大事件做取舍是应该的 这种政治的现实放在伊丽丝里更加合适 面对当局的压迫 伊丽丝又是一个没有舞台会死的人 她在1968年8月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舞台与我的存在方式 我的创伤密切相关 以至于我认为将自己与舞台分开 就像阉割了一批种骂 于是她妥协了 看着她在舞台上表演的样子 哪怕知道她是无奈之举 朋友们还是愤怒了 这里也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地方 伊丽丝内心的艺术追求和客观的社会环境之间的矛盾 潜尝者指了 如果电影能多分析笔墨给艺术家与政治这个部分的话 我觉得能让这部传记电影更加的与众不同 另外伊丽丝提出来了一个我觉得蛮现代的议题 女性和家庭 你能兼顾得了你的事业和孩子吗 这就让我想到了斯嘉丽约翰逊 她经常会在电影的宣发环节被问到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 其他人都是对角色的感悟到她这就变成了保持身材 包括电影里伊丽丝的第一任丈夫在孩子哭闹的时候 理所当然的觉得这是母亲应该去做的事情 这是不是就是我之前说的母爱诅咒 只因为母体淡下了生命就被覆起了枷锁 这里我不多做扩展 因为伊丽丝并没有因为有孩子就束手束脚 她爱自己的孩子 但她明白她为创作而生 女性没了爱情还有他们自己 在上一期弗里达和海莲娜的时候 我非常困惑的提出了一个问题 女性没了爱情还有什么 我讨厌那种爱人造就了他们的感觉 因为我其实是不认可说人能够成为人的唯一的 但我又不是很认可传记电影就要抛弃所有情爱 只专注于描写他们是如何创作的 那就是纪录片了 失去了传记电影的故事性 也会陷入这位网友说的男性叙事的苛究 于是在这两部电影中 我看到了类似意识流的情感串联 在皮亚夫和伊丽丝的故事里 我们看不到纠缠不清的你吧 所有的人都是从他们的生命中路过 每一个人在此时此刻都是不可替代的重要 但每一个都不是无时无刻不可替代的重要 这两部电影就很好的体现了 事业和爱情是不冲突的 但是我们现在老把这两者拿出来做对比 不过事业和爱情就像是与和自行车 并没有太大的联系 我一直都在强调 不是说女性和爱情割席就是进步的行为 而是需要将女性与爱情结绑 强调的是女性不应该只有爱情 这不单单是适用于那些能够拥有自我传记的女性 它适用于所有人 当然了爱是这两部电影绝对的主题 只是这份爱已经不再局限于男女之情 它是一种感受的状态 整部玫瑰人生高潮迭起 但我最喜欢的一幕却是记者去问皮亚夫 你会给女人孩子什么建议 皮亚夫的回答都是去爱 就简单的去爱两个字 就像是一把钥匙 瞬间打开了我关于他的所有感受 然后我立刻明白了 为什么我会这么喜欢这部电影 因为一个人的人生便是如此 我们用自己的母题串联起来了我们的一切 看似杂乱物章 实则竟然有序 而他们的母题就是唱歌 好的本期就先到这里 我是千小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